原本韩北洋也打算跟着的 然而陆秦霄却只打算跟夏浅西聊 最终 韩北洋只能回到方婉庆跟许清月的身边 等待夏浅西 两分钟之后 餐厅的一间VIP包厢里面 听说这一家日式餐厅的茶点很不错 夏小姐尝一尝 陆总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跟你聊天寒暄 况且我们之间的感情 也没有深厚到可以寒暄随意聊天的地步 其实今天找你 主要还是想要问夏小姐 关于木之星的事情 阿兴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主人与奴婆之间的关系 难道你不知道木之星是我陆秦小的宠物 只可惜这一只宠物实在是太不听话了 竟然弄伤了我 然后从牢笼里面逃出去 我想了想 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亲人早就死光了 朋友也就两三个 所以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绝对会来找夏小姐 所以阿兴失踪的这七年 是你把他给关起来的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夏小姐 说出木之星的下落吧 如果你现在告诉我 我可能会少惩罚他一些 否则被我主动抓到的话 那他可能要脱好几层皮了 你变态吧你 告诉我 木之星在哪 他肯定已经找过你 阿兴没有联系我们任何一个人 你想要找到他的话 那就自己去找 如果你今天想从我口中问出阿兴的下落 那么我只能告诉陆总 你找错人了 然而他刚离开椅子 就感觉脑袋上面传来的微微的眩晕 陆青霞 你在果汁里动了手脚 只要你告诉我木之星的下落 那么 我自然会将解药给你 如果你想要保护木之星的话 那我就给薄叶白 安排一场精彩的戏 阿兴并没有联系我 我跟阿兴已经很久没有发过信息 不管你信不信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陆青霞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夏浅熙 最终转身离开了包房 他刚走出去的时候 就看到站在门外的韩北洋 浅熙呢 他还在包房里 怎么 是害怕我会吃了他吗 这可是我为你制造的机会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 这一次机会 弥足珍贵 薄叶白有很严重的洁癖 不喜欢用别人碰过的东西 夏浅熙在地上痛苦地打滚 而身上穿着的工作服 显然已经异常地凌乱 浅熙 这是怎么回事 我秦霞这个家伙对你做什么了 不要碰我 别过来 别碰我 赵伯爷 韩北洋看着夏浅熙脸色飞红的模样 倒也已经猜到了几分 畜生 韩北洋气得想要直接冲出去揍一顿鲁琴霄 然而包房的门竟然打不开了 无论韩北洋怎么踹都无济于事 打电话给薄叶白 打电话给薄叶白 让他滚 韩北洋忙拿出手机 正打算给薄叶白打电话 只是在打出去的前一秒 他的脑海里面突然就浮现出陆琴霄说过的话来 这可是我为你制造的机会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 这一次机会弥足珍贵 薄叶白有很严重的洁癖 不喜欢用别人碰过的东西 这句话像是带着前所未有的蛊惑一般 韩北洋竟然缓缓地朝着夏浅熙靠近 明知道自己这样做 等同于已经把他给推到了深渊里面去 此时此刻 夏浅熙的意识已经完全涣散了 薄叶白 我好难受 薄叶白 等等就不难受了 啊 乖 我好喜欢你 不要离开我 我真的好喜欢你 夏浅熙已经将韩北洋当成了薄叶白 动作上也变得非常亲昵起来 韩北洋跟夏浅熙都不知道的是 在这个包房里面的插座中 有一个隐蔽的摄像头 摄像头将这一切都给录下来 然后截取了韩北洋抱着夏浅熙的这一幕 直接发送到了薄叶白的手机里面 最最最狗血的是 薄叶白的手机是薄叶爵在玩着 薄叶白懒得跟手机上面的客户沟通 刚好薄叶爵闲着没事 就主动开始替薄叶白分担起来 好死不死 薄叶爵竟然收到了新消息的提示音 不点开还好 这一点开 薄叶爵的三魂七魄 当场就被吓出了身体之外 甚至直接将手机给砸在了地上 滚出去 大哥 我 这个 那个 我说那个 我 不要让我说第三遍 滚出去 于是乎 薄叶爵麻溜的捡起手机 用比兔子他爸还快的速度 嗖的一下就窜出了病房 二少爷 您是不是跟大少爷吵架了 大少爷最近心情极度不稳定 林主任 我跟我大哥没吵架 就是他在浏览新闻 让我一直给他取着手机 我的手都快要废了 要不 你代替我一下 帮我取一会儿 手机好让我大哥浏览新闻 我去一下洗手间 马上就回来 那我去给大少爷买个手机支架 不需要了 林主任 你就帮我取一会儿就行 我去去洗手间 马上就来 薄熙觉将手机塞到了林鱼的手中 我大哥是一个非常缺爱的人 手机支架虽然解决了问题 可也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变淡了 趁我大哥住院的时间 我们多关心关心他 没想到二少爷这么关心大少爷 那好 我去举着 二少爷您多休息休息 好 谢谢林助理 而林鱼当然也非常配合 直接就走到了薄叶白的病床面前 薄熙觉躲在门外看着 自动脑补一下 林助理接下来的命运 大少爷 二少爷去洗手间了 现在暂时由我代替二少爷帮您拿着手机 您想要浏览什么样的新闻 是军事还是股票还是石油 因为薄叶白的手机是不需要密码解锁的 林鱼非常简单的就将手机给打开 我好喜欢你 不要离开我 我真的好喜欢你 林鱼愣了愣 心里面忍不住在猜测 这是什么新闻呢 于是乎 林鱼低下头看了一眼 天哪 我一骂手机里播放着大少奶奶 跟别的男人抱在一起的画面 薄叶白目光落在了林鱼的身上 明明俊朗的面庞上面 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 可是眼神里面那滔天的怒火 却疯狂的席卷 林鱼甚至因为太过于惊恐的缘故 双腿一软 直接就瘫倒在了薄叶白的病床边 紧接着 林鱼感觉眼前一黑 是因为薄叶白掀开被子的力道太大 被子直接从床上飞下来 大少爷 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大少奶奶不是这样子的人 我相信大少奶奶在外面跟别的男人如此 是有自己的苦衷 您身上还带着伤 您在床上躺着 我这就去把这件事情给弄明白 薄叶白一脚踹在了林鱼的胸口 疼得林鱼险些窒息 躲在病房外面 偷看的薄叙爵 双手捞住自己的眼睛 如果不是他极致的骗了林鱼 现在林鱼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 等到他将蒙在脸上的手给拿开的时候 已经看到自家大哥的身影消失在了电梯中 二少爷 我给您什么仇什么怨啊 您要这样子害我 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回去准备我的棺材板钱了 林鱼 你跟我都相信 大嫂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跟在我大哥身后 将这件事情给调查清楚 否则大哥生起气来 别说是你跟我遭殃 整个SK集团的员工都会生活在水深火热里面的 十多分钟之后 夏浅熙跟韩北洋待着的餐厅外面 早就已经被薄叶白派出去的下属 围得水泄不通 大少爷 这个餐厅的每一寸地方我们都搜过了 但是没有大少奶奶跟韩北洋的踪迹 要监控 我手机直接连进了这个酒店的监控系统 薄大少 您可以随意看 从监控里面 薄叶白看到韩北洋 竟然将夏浅熙给扶了出去 驱车离开 去调取交通局的监控记录 查出现在车子在什么地方 鲤鱼当然是以生平最快的速度 调查出韩北洋车子所在的地方 而这一切的一切 一时无限昏迷的夏浅熙 自然是不知道的